大家好,今天這個環節是會繼續討論自由言論的 自由言論上一部分跟大家介紹過一本書 都是比較舊一點的書,一百年前的 我們快點看看我們在美國本土的自由言論法律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為甚麼人說美國有自由言論,報紙可以自由刊登 一些他們認為是正確的文章 我們現在法律的機制究竟在美國是怎樣的 如果是講自由言論的話,不可以不提一宗很重要的案件 就是美國聯邦最高法庭在1964年 判下來的一宗案件就是New York Times vs Sullivan 現在在銀幕看到的,在右邊就是L.B. Sullivan 他有一場官司跟New York Times這份報紙打的 即是1964年 先說回案情 在講一宗案件之前也要講一下 究竟甚麼情況會導致有這麼轟動 以及這麼重要的一宗案件 基本上就是給自由言論一個很好的定義 在美國這個社會上 先說一下背景 1960年那個時候 基本上美國進入了一個民運 可以說是有一個活動 即是民主的推動 就是想這些非裔的人士 尤其是他們在南部的州份 南部的州份 因為我們以前在美國就有奴隸制 但是經過了Civil War之後 這個奴隸制就廢除了 但是廢除了之後 在南部還有很多的白人 還帶著白人至上的主意 就是不希望黑人跟他們混合在一起 所以很多的公共設施 譬如是學校、洗手間、巴士、交通工具 這些所有都分開 有白人坐的位置 有黑人坐的位置 所以在1960年代 在北方一些比較進取派的人 就很反對 覺得這種現象在社會上一定要改變 就用不同的方法 包括用一些媒體、一些報紙 去推廣他們的理念 就說在南方那些非裔 一定要融合我們的社會 就不可以隔離 不可以segregate 所以這個活動在南方那裡 惹來很多的衝突 因為在南方那裡 有很多的州份 包括阿拉伯馬 充滿了很多白人至上的人 當時還有KKK的黨派 就是會用暴力和恐嚇性 意圖去剋制這些非裔人士去掘起 所以當時 這個New York Times 在1960年 他們就在報紙上 登了一份 登了全版的廣告 就要求在北方那裡 州份的一些進取派的政客 又或者有影響力的人士 去捐錢籌款 他就寫了一宗新聞出來 就形容當時在阿拉伯馬州 那個Montgomery州首府 就發生了一些衝突 當時很多人都知道 阿拉伯馬的南部州份的警察 有時會過度用暴力 意圖去剋制抗議的人士 去打他們 去抓他們坐牢等等 所以這份報紙登了一份文章 就形容當時阿拉伯馬的警察 就是很粗暴地對待阿拉伯馬的大學生 因為那些非裔的大學生 就想要求進去飯堂 跟其他白人的學生一起吃飯 但是警察就來抓他們 拉他們 所以這份報紙刊登了一個廣告 在我們右邊看到這位人兄 叫L.B. Sullivan 他就在阿拉伯馬 三個主要控制著警隊的其中一個人 算是一個警官 可以這樣說 在阿拉伯馬市擔當警官 他就提出控告 在阿拉伯馬的法庭 告《New York Times》 就說他誹謗 他說主要來說 他裡面有些內容是不熟實的 譬如馬丁盧德金 就被人拘捕了七次去坐牢 但其實事實只是拘捕了四次 所以他就說有些誇張的成分 為何你會寫七次呢 我們拘捕了四次去坐牢 沒有拘捕了七次 所以他就說事實上有些出入 你現在就是誹謗我 他就說 我作為阿拉伯馬的警察官 如果你說阿拉伯馬是這麼亂的話 我們利用警察去強暴學生 間接性影響我自己的聲譽 因為這個文章 是沒有寫到Solovan的名字上去的 但是Solovan就說 我有權去控告你 因為你間接性影響我的聲譽 你寫得好像我是一個大壞蛋 用警察去克制學生 不讓他們去抗議 所以提出起訴 他去到阿拉伯馬的 他自己當然是地頭蟲 所以在阿拉伯馬的法官的法庭 就判了去贏 去判紐約時報要賠50萬給他 作為懲罰性的金額 當時50萬就很多錢了 當時在1960幾年 是很多錢 紐約時報當然就不服 打到上去美國聯邦最高的法庭 這個U.S. Supreme Court U.S. Supreme Court 就接了這宗案件來判 他就推翻了阿拉伯馬的裁判 他說阿拉伯馬的誹謗法 就是不合乎美國憲法的 主要來說 就是美國憲法 我們有第一修訂 就是guarantee free speech 就是自由言論 在第一修訂 阿拉伯馬的裁判 完全違反了美國憲法 第一修訂 美國憲法的法官就說 雖然我們第一修訂 只是很簡短 就是guarantee free speech 是沒有任何細節 沒有講到任何機制 程序上怎樣去執行 完全沒有說過 所以美國的 Supreme Court 最高法庭 就在1964年 就清楚地在這個 New York Times vs. Sullivan 的案件 寫明了究竟我們的法律 應該怎樣去執行 所以這宗案件就變了這麼重要 到了今天2019年為止 都是很重要 主要來講 簡單來講 如果你是一個Public Official 即是你是一個官員 你是一個官員 你是代表政府機構 又或者州政府 聯邦政府 什麼政府都好 如果你是一個Public Official 你是一個官員 市民和報刊 市民和報刊 是有很大的空間 可以去批評你的 可以說一些 對你不好的說話 因為這個是憲法給我們市民 一種很重要的權利 就是我們是可以批評我們的官員 握權人 這是很重要的權利 但是 Sullivan 就說 不是的 如果你被任何人亂寫 亂唱衰我 是我完全沒有保障 所以法官就說 你有保障 你也有權去告 但是 如果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加上你也有公職在身的話 你去告一個報刊 去說你 你需要拿出來的證據 就要相當充足 你的要求相當高 比起平常人是相當之高 你主要來說 就要證明 你這間報刊 就是有 actual malice 即是說 你要有責任去證明 這個報紙 是有意圖 去攻擊你 去傷害你 的成份 在這裏 所以 plaintiff 即是原告人 是有責任 即是這個官員 是他有 舉證的負擔 去到法庭 他要證明這個報刊 是有惡意性 有一個 malice 有一個真實的 malice 怎樣去證明 怎樣去證明 malice 就是你要有證據證明 這單報紙 是明知道 那些東西是不實的 都去報出來 明知道是不對的 不正確的資料 都去報出來 又或者他是很魯莽地 很魯莽地 登一些東西出來 他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贏這單官司 但是這個機制 這個程序 跟以往的案件 或者跟其他國家 是有很大的分別 分別就是在於 這個程序上 所以 有時候程序上 原來是影響一個法例 是很重要的 因為程序上 普遍來說 在以往 或者在其他地方 是報刊有個 舉證的責任 是他們要承擔 這個法律責任 就是去到法庭 他們要證明 他們報出來的東西 是真的 It's true 他們有這個責任 但是通過了 這個 New York Times vs Sullivan 的案件之後 在美國的本地來講 這個程序上 就現在改變 就不是 報刊 責任不在報刊身上 而責任 就在這個官員身上 就去拿些證據出來 show 到出來 報刊 是明知道是假的 都報 所以這個程序上 這個分別 就是在官員身上 如果官員 就沒有辦法 可以隨隨便便地 走去法庭 就去告報刊 除非他有一個很好的 證據 證明這個報刊 明知道是假的 都報 所以這個證據 這個舉證 其實是 一點都不容易 你怎樣去證明 報刊 明知道是假的 他都報 很難去證明這一點 所以程序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變成報刊 可以刊登的空間 就大了很多 現在大了很多 因為 只要報刊 是相信是真的 他們就可以報出來 如果他們相信是真的 又或者他們已經查過 問過一些證人 或者目擊證人 他們覺得是可靠的 他們就可以報出來 去批評一些官員 即使是真的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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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真的 那個事實 原來真的 再深入一些檢查 原來是不對的 但他們都沒有這個 民事上的責任 沒有民事上的責任 因為他們法庭認為 你批評一個官員 這個價值是相當之高的 對我們整體來說 價值是相當之高 所以這個權利 一定要有一個保障 很好的保障 就不可以讓人覺得 哎呦很害怕 如果我登了這份東西出來 去批評這個官員 待會如果他證明是不對 所以法庭把這個門檻 拉到相當之高 所以他們報刊 就不會隨便被人去控告 告到去破產 所以這一點 在美國這個法律體系 就由1964年開始 判了這宗案之後 我們就享受了很多 新的自由發表的權利 亦都不需要擔心 每次都會被政府部門 又或者官員去告 這樣 這件事其實對我們 整體的民主社會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踏出了這一步 希望當然其他國家 亦都可以用這個例子 來參考 短短是五十年前的事 五十幾年前的事 就是New York Times 在這個五十週年 這個案件的五十週年 即2014年的時候 就登了一份文章出來 就是讚揚 可以這樣說 就是表揚這宗 Supreme Court的案件 他就說 我們跨過了這五十年 就有了這宗案件 去保障我們的發表言論的自由 在五十年之後 我們這個案件 依然一樣是這麼重要 但是我們現在的社會 多了互聯網 在網上的網上的出現之後 變成這宗案件 就不單止保障報管 不是那一兩間的報紙 而是保障我們每個人 每一個市民 都可以在互聯網上 去運用我們作為公民的權利 如果看到官員有什麼不對勁的話 就要挺身而出 在互聯網上發表 要說出來 因為說出來 人們才知道原來這個官員是有問題 這個官員才會小心去執行他的任務 就不可以因為怕官員去報復你 又或者去抽菁你 又或者去檢控你 怕不說出來 所以愛在灣區鼓勵每一個觀眾 如果見到社會上有什麼不公義的地方 挺身而出去說出來 如果你是覺得不太舒服的 不要緊 因為這個平台是可以讓你公開發表 或者如果你想私底下聯絡台長去報料 我亦都鼓勵你這樣做 因為如果你不報料 你看到有些不公義的地方 你又不出聲的話 那不單是你一個人是受害者 有其他人也都會同樣被受害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官員 或者這些執權人 如果他們可以傷害到一個人 不出聲 他們很容易 很自然地 就會走去 用同一個方法 去剝削另外一個公民 所以如果你不出聲的話 間接性 你是助長到他們這些 惡劣的行為 所以我們住在美國 身處在美國 我們就不是在中國 我重申一次 我們現在不是在中國 所以如果我們收睇的華人在美國 請你記住審律師說的話 我們在這個國家 可以公開批評我們的官員 我們的政客 我們的執法人員 就不只是聽他們說 投票給我 投票給我 那你就投票給他們 這個並不是民主 我計這個不是民主 如果你徹徹底底地說 民主 不只是說 投票給民主黨 那就搞定了 你一定要參與 一定要跟大家說 如果官員是做些什麼 你認為是不對勁的 在你的城市也好 在你的區 你的縣 要挺身而出 找一個好的平台 和大家一起分享 你自己的看法 OK 今天就講到這裡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atching 拜拜